朋友们 100多万的保时捷帕拉梅拉 现在在马路上已经很常见了 但是300多万的保时捷帕拉梅拉 你们有见到过吗 这辆帕拉梅拉Turbo S 行政家常本本 本身的价格是245万 我这位朋友又选了80万的配置 最终落地380万 今天就带来看看 300多万的帕拉梅拉 到底有哪些配置 首先这个雅辉的车漆 是需要单独选的 需要花5万5 但是这不是重点 重点在车内 你们看到这些灰色的缝线没有 是跟车身雅辉同色的 这个缝线还有一些内饰的组件 要花8万3 也就是说这俩加一块 一辆思域就出来了 还是没有优惠的那种 那么在空调出风口这里呢 还有两块碳纤维的试板 这也是车主花钱选装的 花了18,200 是两部iPhone 14 Pro Max 暗夜子的价格 还有一个配置啊 我第一次见到有人选 就是这个夜市系统 但他还是选了 价格呢花了39,000 所以朋友们 就是眼神不是特别好的话 要不然晚上就别开车了 夜市太贵了 这个后排啊 看似平平无奇 其实暗藏玄机 我就问问大家 你们有没有见过 帕拉梅拉后排选小桌板 我反正是第一次见啊 而且 这个小桌板 选两个要36,000 我是不是在上面吃个泡面 都要比平时吃的更香 然后这块后排的中控台呢 也是需要选装的 费用是39,500 也就是说这俩加一块 一辆飞度出来了 我还看了一颗配置单 比如说还有柏林之声的音响 八万两千三 阿坎太二的车顶一万二 自信行行三万六 运动排气五万二 等等等等 没有什么可好 所以朋友们 选配选到底是什么感受 我记得我上一次这么好好 还是煎饼果子 加八个鸡蛋 如果说你们有三百八十万 运算的话 是什么配置 是你们一定要选的呢 朋友们 我们今天来上海 过来参加领克01反能耗刺客 挑战赛 不怕我的对手是谁 杀 我又要跟这个人 劈配 一会儿呢 我们会各自开一台领克01的EMP 然后同样的路段 看看谁的能耗更低 说了的话 就要吃这个冬枣配香蕉 因为冬枣配香蕉 据说有股爸爸味 你听到吗 准备好准备吃就行了 我上车了 拜拜 今天这辆领克01EMP呢 是一个插电混动的车型 现在是一个满油满电的状态 表现可以行驶 四百七十五公里 纯电续航六四公里 把空调关闭 然后把大使模式调到纯电 教练你多一斤 一百八 一百八 教练你多一斤 我们教练二百斤 我们亏了 他后面还有一个 我十斤的行李箱 去吧 OK我们现在上高速了 刚才我们开了 二十二公里的城市路段 然后现在还有 五十四公里的 这个高速路段要走啊 现在这个领克01的EMP 它升级成了815的芯片 屏幕的流畅程度啊 质感还是非常在线的 刚才我就一直跟着 小吕的那辆领克01EMP 在后面走 减少一下我的风阻 他发现我这个小心思 他现在甩开我了 那你要输了怎么办 我输了我就跑 其实这辆领克01EMP 比较不一样的是 它有一个三档的 混动专用变速箱 平时开始很省油 那上了高速之后 会更加的省油 平时开起来的这种 驾驶平顺性啊 包括加速的体验 都会更爽更极致一些 OK我们现在到服务区 来的看一下数据啊 我们走的时候 64公里 也就是说我们用 33公里的里程 开了36.8公里 我们去看一下 小吕的数据 他肯定输尽了跟你说 他怎么还玩技巧 他把熄火了 我看不着数据 叫我声歌我就开 走吧 开开开开 给你瞅眼吧 我们跑了36.7公里 你怎么还剩37啊 我们出发时候 是那个68 差不多差不多 一会儿就是 全程40马跑 想想这个香蕉配冬枣啊 别熄了 OK我们继续出发 我们现在是在高速上 现在是一个发动机直驱的模式 教大家一个高速省油小妙招 就可以打开定速巡航 如果是有自讯巡航的话 也可以打开 就刚才一路上 我就打开自讯巡航 跟在他的车后面 大家可以用这个方式 平时来省省油啊什么的 但为什么我 还跑得泥达的多啊 我不明白 到加油站了 92号起油 我们加了1.87 乘了一共花了15块2毛4 现在开网集核点 拿成绩 核算一下成本啊 最终我们是跑了78.5公里 然后用了93%的电量 加油能是花了15块5毛2 所以最终核算下来 我一公里是花了3毛2 而这位朋友一公里是花了3毛9 你出点啥了 我为什么成本高 我很明显我放水了 我后半段很激烈的加水 我能让你出吗 是是是 他的这个数值和我这个数值 可以作为两个极端的参考 基本上就是一公里 其实花不超过4毛钱的 所以20万你选择一辆插混车行 就这辆领克林EMP 你不用纠结太多 是吧 说完了吗 是东早跟香蕉的 说完了吗 你到底是什么味 尝尝 来吧朋友们 传奇M8 你们想要了解的所有问题 都在今天这条视频里面了 包括你们最最关心的油耗 所以一定要把视频看到最后 我们现在看前脸 首先就是这个血盆大口的前脸 就很像灭霸的那个下巴 你们看他俩长得像 再有就是这个大灯 我们直接看效果 就这个大灯 就直接给隔壁的赛纳缠枯了 接下来看几个数据 我们把市面上几款热门的 MPV车型的数据 都打在屏幕上 其实很直观的发现 M8的车高 它相对于赛纳和G28来说 是比较占优势的 轴距3070是介于赛纳和G28之间 我们来实际感受一下 它的奥巴体验怎么样 双侧都是电开门 上车是比较方便的 一个小碳布就上来了 其实M8二排座椅的 整个挪动范围还是挺大的 包括它座椅的肩部的支撑 还有头枕这里 它都是有范围可以调节的 整个座椅的两边 有两个小屏幕 是可以调节它的 座椅按摩啊 通风加热啊什么的 但是你说你座椅上 都已经安装一个小屏幕了 你只能调节座椅 你的什么空调啊 娱乐系统啊 天窗啊这些 都不能通过它的调节 有点浪费啊 这个小屏幕 在后盘这里 它还给你安排了一个电视 就是台特别多 你想看什么台就看什么台 而且有两个小桌板 你就可以在这里 办公啊 吃和饭啊什么的 后排虽然这里没有冰箱 但是它给杯架安排了 通风和加热 也就是说四手五入 你也可以给你的饮料 冰镇和加热什么 我现在是把二排座椅 调到了最后面 其实我坐在第三排 腿部空间是个 刚刚好的状态 再往后一点的话 我的腿就会觉得挤了 那如果说你觉得 腿部空间挤的话 你就把三排座椅 再往后躺一躺 那三排呢 它还给你安排了 四个杯架和两个USB接口 再来看一下 M8的后备箱空间啊 其实它的三排座椅 是支持二次折叠的 这样就是它 最大程度的后备箱空间了 再来大家看一眼前排啊 其实车内容是有很多种 中国风的元素在里面的 包括这个非常显眼的大钻石 你在等红绿灯的时候 就可以把玩一下 但是千万注意啊 就开车的时候不要玩它 然后在这里 它还配备了一个 流媒体后视镜 因为这个电视打开的时候 会非常影响司机的视线 还挺细节的吧 接下来就是动力系统啊 这台M8是搭载 20T的发动机 和丰田第四代的混动系统 它的最大马力 可以来到190匹 那么最后 就是大家非常关心的 油耗表现 我们实测了478公里的路程 高速城市各开了一半 加了31.75升的油 最终的百公里综合油耗 是6.64升 朋友们 这台M8的价格还没有出啊 如果说这台混动的M8 卖到30万左右的话 你们是选择M8 还是丰田赛纳 或者说是加150万 买了个萨斯LM呢 我们下期见 杀疯了朋友们 比亚迪开始大杀四方了 我们先来看几个数据啊 9月份比亚迪卖了 20万的1,259票 就是一个品牌 一个月卖20万辆车 是个什么概念呢 就平均一分钟卖四辆车 就是我现在特别想知道 比亚迪还招销售吗 我之前看车 加了几个BBA的销售 现在全去卖比亚迪 百辆 今年的1到9月份 比亚迪是卖了 115万台车 是50特斯拉吉利 爱安奇瑞 所有新能源车型 销量的总和 也就是说 第二名到第六名 加一块没考过 另外一个数据呢 就是秦普拉斯 在9月份卖了 36,058辆 这是比亚迪秦普拉斯 第一次在月销量上 超过了日产轩益 成为了榜首 呼掌 要知道这是我们 自主品牌造轿车以来 第一次在A级轿车的销量上 超过了盒资 我就问问之前是谁说 轩益是销量神话来着 现在不就是在9月份 跌落神坛了吗 谁赞成 谁反对 不过呢 前十名依旧是可以看到 轩益 朗益 卡尔拉 素唐这些老面孔 那剩下的几个国产品牌 也是紧随其后 其实我们可以通过 这次9月份的销量榜 感受到一些小小的信号 就是我们的自主品牌 真的是在慢慢的崛起 所以朋友们 废话不多说 老规矩 鼓掌吧 好 开始了 东叔 我 我 我 你什么 来了 三 一 他这笑容一声 我两个都碰不住了 来 大阿姨 这么说 这十个辣母酒 喝那个芦荟汁 什么味道 我就想知道 那个芦荟汁什么味道 这个芦荟汁吧 其实它就是 没有任何味道 它就是 就是特别黏 没有 没有什么 其他的怪味 就是 就是咬不断 特别黏 所以每次喝掉 喝光是因为咬不断 一口一下子 不是 那他家内好多料 就是各种各种 那个奇奇怪怪的料 是什么 不知道 不知道是什么 马上就喝就完了 不知道那个 我一直就圆梦 想跟我用书 一起说一句 赶紧 好